佛山功夫已成为在世界上最流行的中国传统武术 李小龙是永春拳的传人 后又根据永春拳而创出了截拳道 因为李小龙的电影永春拳成为了全世界最多人学习的拳术之一 佛山人叶问是李小龙的师父 在佛山祖庙的叶问纪念馆里 我们遇到了叶问的儿子叶准 今年八十高龄的叶准老人向我们讲述了永春拳的故事 永春拳在清末传入佛山以后得到发扬光大 从梁赞到陈华顺 再到陈华顺最后一个徒弟叶问 而今流行于世界各地的永春拳都传自佛山 我父亲叶问家在佛山 是佛山人 我们的祠堂也是在佛山 当年佛山的武风很盛 因此叶问有机会跟永春的传人陈华顺 人称华公的学习了永春拳 叶问最大的成就应该是在1950年去了香港之后 短短二十年时间能够将永春拳的功夫传到全世界 越发达越富庶的国家学永春拳的人就越多 根据美国一份最权威的功夫杂志的报道说 现在世界上学习永春的人数超过一百万人 这就是一个奇迹了 因为功夫是文化的一部分 要西方人去接受东方的文化 首先要认识 然后到认同 我曾经研究过 为什么永春拳能够那么快 让西方人完全接受下来呢 第一个原因是 应该是永春本身有很大的实用价值 对健康和自慰都是很有价值的 另外一个原因是 叶温的徒弟大多数是学生 到国外升学的时候 这些学生将永春带到外国的校园里 通过校园然后走进西方社会 所以他不受语言的影响 永春拳很快就被西方人接受下来了 永春拳中的手法及理论 是历代前辈不断实践及印证而采纳的 大量寄计科学数据 当中包含物理学 力学 数学等配合人体架构 时间 动力 距离等应用 发展出来的专门学术 这在中国武术诸多拳种中甚为罕见 李小龙虽然在美国读书 但是由于佛山的叶问 他在世界上传播永春拳 采取了一个很特殊的角度 他是用三角几何和现代力学的原理去解释中国武术的法度 所以一扫过去中国拳师用阴阳八卦去传播中国武术的缺陷 使西方人接受西方教育的后一辈年轻人 很快就接受了中国永春拳的传播 这是永春拳在世界各地传播的情况 李小龙跟叶问学功夫应当是在1957、58、59、60这几年 李小龙的成就呢 有的人说是李小龙开始去美国的时候 他要教永春 永春好的时候带起了李小龙 李小龙成名了 回过头来 他又推动了永春 这是一个相互的关系 永春拳来无朝去无事 无固定形态 一切随变化而变化 如水 遇什么容器变成什么形状 遇什么河道就随地势顺流 斩不断 拦不住 永春的特点 他是很重视心理的 如果跟人打架的时候 一定很紧张 从开始学的时候 永春就要培养你 要放松自己 遇到任何事情 包括打架在内 你都要放松自己 只有放松自己 不紧张 你才能将自己的功夫 充分发挥出来 因此学永春 除了学的一身好功夫之外 对人的性格培养 是有很大的好处 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永春另外还有一个特点 它用力的时候 是很有分寸的 它喜欢用的时候就用 不喜欢就不用 不会乱用力气的 因为人的体力始终是有限的 会节约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有人说 永春到底是刚还是柔呢 我认为永春最大的特点 就是刚柔并重 因为它不需要的时候 就很放松 什么力都不用 需要的时候 才将力使出来 这就是永春的第二个特点了 第三个特点 永春对敌的时候 就是距离很短 很近 所以说 看起来不好看 功夫有这样一个特点 好看 一定不实用 实用的功夫一定不好看 我最崇拜李小龙一样东西 我跟他做师兄弟 我并不很崇拜他的功夫 我最崇拜他的 他是一个戏剧家 他又是一个武术家 他能将这两点融合起来 将不好看的功夫 变为好看 而又能够实用 在他的电影里充分发挥出来 这是我最佩服李小龙的地方 香港 叶准先生的家 叶准先生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 1950年 叶问到香港社馆 李小龙是其为数不多的 得意弟子中的佼佼者 60年代 李小龙赴美国读大学 创办镇藩国术馆 逐渐成名 1971年 李小龙主演的电影《唐山大凶》 打破了香港开部以来 电影卖作记录 以后推出的《金武门》 《龙争虎斗》 《猛龙过江》 《死亡游戏》 也好评如潮 连创佳绩 李小龙获得了很高的荣誉 也推动了中国武术 在世界的流传 叶问1972年去世后 其子叶准叶正 致力向海外推广永春全树 叶准先生 还获得过美国奥委会的嘉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叶准先生 叶准先生八十岁了 为了教授永春全 他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 如今年年龄大了 到国外授权也就少了 但每个星期两天的香港永春体育会的教权课程 它是风雨无阻的 在叶问先生创办的这个面积不大的永春体育会里 叶准师傅向我们示范了永春的祭祭术 永春的特点呢 就是以柔制刚 所谓四两勃千斤 会借别人的力 会卸开人家的力 用无力的方法 抵御有力的进攻 到底怎么做呢 一定要靠粘手的方法 去达到这个效果 比如对方用力推过来 我如果用力顶回去的话 这就不是永春了 这是斗体力 如果是泄力呢 它一顶过来 我一改变方向 它的力就泄掉了 同时 它的身体前倾 我就有机会打它了 你推过来 一转 主要靠改变自己的方向来达到 比如对方一抓我的手 一拳打过去 它肯定是向我的中线打 当它一打过来 我一转 我根本不需要卸开它的力 比如再抓我的手 它肯定是向我这个方向打过来 当它一打过来 继续它还是这样 同时也有机会打回它 你继续留意我 我都是用这种方法去避开对方的 而是跟它一打过来 我还是用那种方向来 就必须 我现在就给它夹了 但我可以做到 你不需要 所以我后边 它用了很多力 我根本就没有用力 所以我练了很久的粘手 也不感觉累 另外一方面 这样去玩最重要的 是要不断地改变自己原来的方向 要达到这样的目的 达到这样的效果 需要转马 要做很多的功夫 粘手就是咏春的心 它的重要性无法估计 与拳击和自由搏击不同 粘手只要求控制你的对手 叶正是叶准的弟弟 他1962年到香港 跟随父亲学拳 后更成为父亲的助教 可见他的功夫深得父亲真传 叶正认为 永春拳是一门食而不乏 简单直接和实用的功夫 我觉得 在现阶段 近几十年来 发扬中国功夫 和几十年前相比 有很大的不同 几十年前可以说 主要是在国内 在这五十年 中国功夫已经走向世界 而且得到世界各地 美加啊 欧洲啊 甚至新西兰和澳大利亚 很大部分的外国人认为中国的功夫 不单是强身健体 而且还有很高深的哲学理念内涵 所以到现在来说 可以说国外的人学功夫的热情 不会低过国内的人 这个瑞士大学生 非常迷恋永春拳 他利用暑假来香港 跟夜准师傅学艺 在瑞士很忙 读大学 做厨师 每周有三天 他还要教二十多个徒弟 学永春 永春这种功夫很富有智慧 我们学到怎样节省力气 用永春的方法去思考 怎样发展自我 我想这是最重要的 我们不能照搬照抄 我们要有自己的思想 这很重要 卢道玉 是一九九九年 从瑞士到香港 找到了夜准师傅 跟他学习了一年 每年的暑假 都会到香港 跟师傅再学习 我的学生很喜欢永春 这对他们来说 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在西方国家 我们很熟悉拳击空手道 但永春很特别 我觉得他很富智慧 我的学生喜欢这种 不同的尝试 老子认为 道是天地万物 创造的根源 无是天地之始 中华武术吸取了 道家本体论的思想 认为道也是武术的 最根本的本质特征 而老子就用无字 来作为道的别名 永春前的无招胜有招 包含了道家的哲学思想 我曾经问过一些 学习时间不长的学生 尤其是一些警察 他们说 学习了不久 但东西很实用 在实际应用方面 很多时候都能够使用出来 他们在街头执行任务 遇到反抗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能够将反应表达出来 他们很开心 他们会继续在这里学下去 因为他们觉得 永春是很直接的 不需要太多花哨的动作 马上就可以改变你的自然反应 学以致用 学习格斗术 学习格斗术是从无招到有招 而无穷的有招构成无招 因此无是武术的最高境界 我师父将永春不是当作一门好勇斗狠的功夫来教 他是把永春作为一种中国的文化来教 好像是祭祭的文化 或者是功夫的文化来教 我们做徒弟的 不是说武术家 可以说是一个具有文化修养的功夫爱好者 叶准师父 是一个很有文化修养的武术家 八十岁 对于叶准来说 还是一个年轻的年龄 他的生活过得很充实 也很丰富多彩 一点也不像垂垂老矣的八十岁老人 与年轻的徒弟们去茶楼喝茶 也是叶准师父的人生一大乐事 今天 叶准师父要去香港城市大学 看他给大学生授权的徒弟 顺便为大学生们做些辅导 在叶准师父并不高大的身躯里 我们感受到他热爱生活 热爱中国武术 热爱中国文化的 一股巨大的人生力量 永春泉宗师叶温 早年受过高深的教育 加上他不断吸收现代科学知识 所以他能利用力学原理 几何角度去解释永春泉的法度 叶温特别喜欢教年轻的学生永春泉 永春泉可以说是一门具有古典中国思想 又具有现代科学原理的上层功夫 难怪全世界有那么多的年轻人都喜欢他 当年香港年轻人考大学 比国内的重状元还困难 整个香港几百万人 只有一间香港大学 十个会考生 没有一个考到香港大学 当年很大部分的学生 都是出国读书 当年学生问叶问师傅 我们到了国外 没办法学权怎么办 叶问说 你一个人没得学 有什么办法呢 你可以选择一两个人 你认为好的就教他 你只有跟他互相之间练习 所以永春在海外的学府里 发展的是很快的 很多还好 无论法人的苦瓜 起茧子 所以我觉得女孩子学习是比较适合的 不要看男孩子力量大 我们很多的师姐还会跟男孩子切磋 而且不会输给男孩子 因为始终是技术取胜 我学习永春之前也学过几样功夫 比如说有跆拳道 还有空手道 但始终觉得不是很适合自己 因为女孩子力量不够 骨架也没有男孩子硬朗 但是中国功夫永春就比较适合一些柔弱的人 因为他能够以柔制刚 借力打力 我自己学了以后呢 就觉得比较适合的自己 而且自己也是中国人嘛 当然想学中国功夫了 我们着重技巧的时候 不需要有很健硕的身体 对比起高大的人 我们都可以应付 这就是我学永春最大的满足感 真正深入去研究中国武术内涵的人 在现在的中国还是很少的 中国现在在武术上 有很多的领域还是空白的 比如武术的历史问题 武术与健康的关系问题 武术与哲学的关系问题 武术的心理问题 这些在目前都是一片空白 我很遗憾 我很希望在我有生年能够做这些 但是这个范围那么广 能够做的究竟有多少呢 希望继续做 继续工作下去 我们庆幸祖先留给我们 巨世无双的优秀泉种 永春泉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像叶准师傅那样 穷一生的经历 弘扬中国武术 那我们的国之瑰宝 中华武术 这个人类共有的财富 一定能世世代代 发扬光大下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